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护肤骑车的变形这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918集 今天给大家分享起源系列一件变形的黑寡妇 我上一期说我不会做那种水一集的这种事情 你看我非常信守成龙 我马上水了两集 那黑寡妇在起源电影里头算是非常抢眼的反派了 那目前推出的玩具好像也只有这款一件变形 在SS跟主线上面都还没有看到它的其他玩具的身影 非常非常可惜 我相信大家也很期待了 在电影里头它是一个三变的一个形态 可以变成蜘蛛机器人 还有一个直升机的形态 算是高度去致敬到领袖之阵 其实这款一件变形的话 这个腿部的造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那后面的话有一些复眼的一个刻画 后面的爪子的话 就是稍微可以动一下 但这不能算它的可动了 面雕倒是很漂亮 特别是个头型 有一个那种日本忍者头盔那种感觉 其实这款玩具本身在电影发售之间 我就已经在卖场看过它了 已经觉得这个玩具其实是蛮吸引人的 它的玩法的话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只要在这个变形齿轮的位置 你去把它捏下去 它就会自动完成一个变形 就完成了它的一个蜘蛛形态的一个变形 那蜘蛛形态的话呢 应该这边是它的头吧 我感觉是因为这里两侧武器在前方 那它侧边了这些副眼 那在电影里头它是张开之后有很多很可怕的小眼珠子 那这个黑色本身的塑胶虽然有水波纹 但看上去我觉得还是我比较喜欢的 那它的变形齿轮呢 那在这个时候呢就会收起来 我们把它变回机器人的形态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再往上一叠 你就会发现呢 它的变形齿轮目前是消失 固定可以理解为消失 没有变形齿轮的时候呢 你去按呢 它是不会变形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蛮有趣的 你必须把它的这个变形的这个齿轮给推出来之后 在有这个零件的情况下呢 那你去按它才会完成一个变形 所以说再次的验证说变形齿轮呢 在这部电影里头呢 它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事件的道具 或者是它有什么象征的隐喻吧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啊 有没有变形齿轮呢 都不会影响你是不是变形金刚 是吧 这个我想起来 在钢铁人Iron Man的第三集 即使没有这些钢铁装甲呢 Tony Stark他也依然是钢铁人 好那这一集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这一款 来自于起源系列的 一剑变形的黑寡妇 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